作者思想刚硬 一、证券行业的高薪有什么特点? 最近证券行业的人都很丧,不光是股市在跌,薪水也在跌,其实证券行业降薪本来就是周期性的,上两轮大雄市的底部,2012和2018年,这个行业也是怎一个惨自了得,过了几个月还不是满些复活。 只是这次有点不一样,不是降薪是献薪,充满着机民亏了那么多,你有脸拿这么高的资金的指责,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可谓暗藏杀机,有种不但把你打倒,还要把你劈臭,永远也翻不了身的味道。 虽然无法辩解,但我猜证券行业的人心里是不服的,因为证券行业,或者说国外的投行,在主要发达国家都是高薪行业,而且有几个特点。 第一,这个行业的员工,很容易达到最高交税标准,所以,税后比起来,低税地区香港反而收入高于纽约和伦敦。 第二,行业的高低差别很大,国外投资行Analyst, Associate, VP, Director, MD这几个层级,相差几十倍很正常。 电影《上海通谍》里,一个初级分析员,从航天科学家转行进入投行,洗滋滋的薪水翻倍,大约为25万美元,可一打听。 他的直接上司,是去年一年税前250万,立刻很失落。 可上司说,你知道交易部的老板,去年拿了9000万吗? 第三,高薪主要靠奖金,薪资越高,奖金占比越高。 投行看天吃饭,业绩波动大,所以高薪隔两三年,也会猛打一次折。 这些特点,中国的证券行业也有,所以总体薪资超过同属金融行业的银行和保险。 我刚工作时在银行,当时搞银正分加,都知道证券一定比银行好,只有后台很硬的员工,才有机会被分到证券。 当然,证券行业薪资虽高,但比起互联网行业高薪加期权的结构,又差了一点, 可问题在于,证券行业以国有企业为主,国央企加高薪的双王牌组合,导致其每年吸引的各省必年高考状元榜眼探花,不计其数。 当然,工作强度至少在国企中也是数一数二的。 但国央企的背景,也让其高薪过于显眼。 之前高层默认,是因为以前跟国际接轨,而这几年讲制度自信,所有国外传过来的制度,都要重新拿出来审查一番,这证券行业的高薪,到底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,还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呢? 要回答这个问题,先要思考另一个问题,正确行业以不创造高科技。 二不诞生代表核心竞争力的企业,拿高薪的原因是什么? 二,高薪行业的一个条件。 首先,要区分高薪职位和高薪行业,这两个不同的概念,任何行业都有高薪职位,但高薪行业是指,大部分普通员工都能稳定保持高薪,这就需要该行业的企业本身能保持规模和利润的持续增长。 以IT、生物制药、金融、房地产行业为例,这些典型的全员高薪行业,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 员工个人贡献的差异性较大,或者员工薪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低,或者两者兼具。 同时,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是以前的房地产行业,这个行业的人力成本占比不足3%,但资本扩张能力强,优秀人才的贡献差异性也很大。 从某种程度上说,房地产过了这困难的几年,实现行业初清以后,仍然会是高薪行业,这就是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。 对证券行业而言,影响企业经营的三大因素,技术、人和资本,资本的因素影响最大,但我国的金融产品严重同质化,最容易产生差异化的反而是人的因素。 你可以重建100个伯克希尔,但巴菲特永远只有一个,所以国内证券公司提升业务最快的手段,就是高薪挖顶级分析师和明星基金经理。 这一个条件,排除了沃尔玛这样,人力资源成本占比虽然不高,但是没有太强的区分度的行业。 在高薪行业里,员工的区分度比他的实际能力更重要,明星基金经理为公司创造的价值,实际上远远高于他的收入。 这跟歌星开一场演唱会拿几千万,李佳琪一分钟卖一千万是一个道理,基金销售本质上是信任第一,流量为王。 大家想,为什么基金公司愿意在明星基金经理身上砸宣传费? 说明投入产出比比一般基金经理好啊? 有一个误解,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,证券行业的明星基金经理的收入非常之高,国外也是如此。 很多人觉得,基金亏成那样,怎么有脸拿高薪的? 但这里也要区分一下,基民亏损,基金公司赚大钱,这个确实不合理,但它并不完全由基金经理决定。 今年上半年,包括去年最赚钱的基金,都是QDII的基金,你说是这些基金经理的水平高吗? 当然不是的,只是因为这个产品都是投资海外股市的呀,而一般基金都不让投。 而且这些QDII都是限购的,你有钱也买不到,资本不能自由流通,赚钱的市场不让自由投,这也是基民亏钱的重要原因。 另外,基金赚钱,基民亏钱,这是更普遍的现象,我之前有专门文章分析过,这就跟基金经理更没有关系了。 就好像,如果医院里规定病人死了,主治医生要扣奖金的话,那就没有医生愿意医治危重病人。 再举一个例子,很多人觉得销售没有实质性的贡献,凭什么拿那么高的薪水? 如果你仅仅从直接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,它确实是这样的。 但是,如果你是一个企业老板,你就会发现,如果产品本身没有差异性的话,销售就是所有职位当中最有价值的,按他们的销售业绩给高薪,才是最合理的。 不过,相比房地产,证券行业的高薪,有一个缺陷,跟广告、法律、设计、咨询顾问这些行业相似,人力成本比重过大,超过60%,又天然具有强流动性,很容易陷入两难困境,不提高薪酬,就找不到好员工。 但提高薪酬,又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,业务发展的编辑成本,高于编辑收益。 这些行业,为了解决人力资本占比过高的问题,普遍使用极差较大的薪资结构,低层员工只是略高一些,每上一级,薪水就成倍提高。 真正的天价薪酬,属于金字塔尖的少数高层员工,而它代表的行业光环,吸引着底层员工,咬牙向上攀登。 证券行业的高薪还有另一个问题,证券公司的平台作用不明显,高级人才更容易流动,从而限制了龙头企业的发展规模,阻碍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。 相比而言,IT和生物制药平台对资源的掌控力更强,而且创造了专业上的差异化,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的流动,从而更容易诞生垄断型企业。 事实上我觉得,这一点才是金融行业实现现新最重要的原因。 因为这个平台本身是具有强大约束能力的,它们都是国企。 三,如何提升科技人员的工资。 前面列举的IT、生物医药、以前的房地产等行业,能给高薪的都少不了一个重要的前提,处于完全的市场化竞争,人员自由流动中。 而得益于2020年以前的金融创新的政策基调,证券这种国企占绝对地位的行业,之间也都是完全市场化竞争。 实际上,对国企而言,想要信心,如果不是出于宣传的考虑,至于为什么要宣传,这里就不展开了。 毕竟大家都懂的,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折,只需要限制人员流动即可。 以航天产业为例,前几天,由民营企业天兵科技研制的天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热射车中,由于发动机的地面固定装置失效,导致误发射。 每一次发射失败,让航天人员待遇低的讨论都会浮出水面,但最后都不了了之,原因很简单,这个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太差了。 核心的航天专业的人才,去向就那几个国家机构,民营企业挖人也很难,员工想要高薪,唯一出路就是改行,越资深的员工,代价越大。 待遇一般又无法跳槽的结果,就是人负于事,随便喊喊解缘增效的口号。 证券行业之所以薪水高,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证券公司实在太多了,跳槽非常容易,圈内转一圈之后,薪水就上去了,这个就是人员自由流动, 给员工带来的好处。 所以,想要限制正确人员薪资,直接限制自由流动就行了,想要提高科技人员工资,也很简单,放开人员流动限制。 以美国为例,在SpaceX之前,航天工业的主要客户还是NASA和美国军方,又没有什么竞争对手,员工虽然都是高级人才,但薪酬非常一般,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六十年代就能上月球,现在却只能嚷嚷着重返太空,没有竞争对手给压力。 随着像SpaceX这样的民间资本参与竞争,成本不断下降,效率不断提升,竞争压力越来越大,员工的薪水也开始向硅谷看齐。 更重要的是,在SpaceX高强度的竞争压力下,以前航天圈子里混资力的人,必然没有容身之处。 这种竞争对企业是坏事,但对于真正有能力的从业者,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,与航天工业类似的反例,还有一个跟大家的关系更密切的行业,医院。 4. 人的自由流动 对于医院这个行业,民营医院由于政策的限制,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行政许可、资源和病人,国有医院之间竞争不充分,关上门就是一家人,医生名义上可以自由职业,但实际上,跳槽有诸多障碍,结果就是,大部分医生都被单位绑定,失去了薪资的一家权。 很多人认为,正是因为这种半计划经济的医疗体制,才能提供低价的医保。 但常识告诉我们,任何一种经济关系,如果建立在一方利益受损的基础上,就无法长久地维持。 恶劣的就医环境,紧张的医患关系,都是医生不合理薪酬的结果。 而且,不能合法获得高收,也让医疗成为腐败重灾区之一。 大部分情况下,市场都有自己的办法,但我国的问题是,一旦涉及国企,就有人希望用更直接的方法去解决问题,并且认为,这样效率高,还能博得底层民众的支持。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,提到金融行业降薪时认为,金融业降薪不是惩罚性的,而是为了降低金融业的吸引力,转向发展制造业。 虽然顶类人才转向制造业是好事,但这么说,就太不像一个经济学家了。 制造业不能吸引顶尖人才的原因是,薪酬不高,你把更多的人才赶到制造业,只会让行业更内卷,薪资待遇更低,最终对国家还是不利。 如果不能拿到顶级薪水,谁还会去寒窗苦毒呢? 如果没有人寒窗苦毒,这个国家哪来的顶尖人才呢? 说到这儿,我觉得证券行业的人应该感到庆幸,国家还没有用限制人员流动的大杀招。 比如说,证券分析师的执照必须与特定证券公司绑定,否则就无效。 如果这么搞,薪水就不是砍一半的问题了。 当然,按现在对金融行业喊打喊杀的架势,我觉得未来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 所以,如果想保住高薪,趁现在还干得动,跳槽到体制外,证明你的能力。 事实上,前面说的航天行业,其中的IT人才又是整个行业人才流失最严重的,真才是永远限制不住的。 国企科研所的那点薪资,怎么可能跟腾讯阿里竞争? 我觉得,作为吃瓜群众,没有必要为证券行业信心叫好。 今天你把证券人的薪水打下去,明天又会发现那个行业的薪水高了,今天打这个,明天打那个,打到最后,所有的行业薪水都是一样的。 公平是公平了,但这样的社会还会有效率吗? 真正让你获得高薪的,不是你的老板,也不是国家政府,更不是工会和阶级斗争,而是你老板的竞争对手,是自由竞争的市场,人才自由来去的行业。 喊一万句,提高科技人员待遇的口号,不如打破行业准入限制,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竞争。 5. 金融未来还是高薪行业吗? 最后说回一个,对于高考生和大学生而言现实的问题,金融行业未来还会是高薪行业吗? 理解了我前面分析过的高薪行业原因,就应该相信,如果你是高考最顶尖的那一部分人,未来希望挑战高薪,金融证券行业当然是最佳选择之一。 更重要的是,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历程看,金融行业的强调监管和强化创新的阶段是交替进行的,一段时间内,所有部门都在拼命鼓励创新,一段时间,所有部门都在各种监管,鼓励时没有上线,只要不出大乱子,监管时没有下线,只要还有一口气,就是我们经常说的,一抓就死,一放就乱。 所以,从金融发展的周期性看,证券现新本身很合理,就是监管平台期,以此为借口,去进行一个周期性的调节,只要还想搞市场经济,该高薪的行业,早晚会回归高薪。